娛樂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要講皮皮 高生仔小事都猜不到 我居然會講Frankie 這個頻道裡面 因為為什麼呢 Frankie作為一個差不多隱形人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新聞 但是近來不同了 她居然說現在是一個新女朋友 自己踢爆是很爛袍 而且是傳銷的 而且拋棄自己十四年前的女朋友 一腳踏三船 這次還有時間表 但是背後一個更重要的事件發生 就是她原來要掩飾這次Anson Lo大戰姜濤的機場送機事件 究竟三件事發生什麼事 當中的關係怎麼樣 背後有什麼陰謀呢 今天就跟大家講一講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片 還有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都可以 還有課金支持 相信如果我觀眾的聽眾或者頻道都會一直留意姜濤 甚至MIRROR的新聞 雖然姜濤和Anson Lo在這個機場大戰送機實力 就是當紅 亦有很多人討論 但是原來另一邊商在MMA那裏 有展開另一條戰線 究竟是什麼戰線呢 就是在講這個皮皮Fanky 我一直都沒想著會講Fanky 誰知道世界的事的確是非常奇妙 你有時候都不知道下一秒的風向會怎麼轉 現在風向就轉向Fanky 作為MIRROR的隱形人 Fanky一直老實說 沒什麼新聞 可稱得上 善可塵 所以基本上 無論在新聞價值或者討論方面 都可以叫做歸零 我不是mean 但是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一直以來我都沒想過會講他 但是這次不同了 因為MMA 咦 選了Fanky 作為這個近代要討論的一個範疇 要來保護Anson Lo 稍後再跟大家講 哥哥仔就整領了一條時間線出來 在各大網絡的資訊之下 原來皮皮這一宗所謂三角戀事件 拋棄女朋友 接著認識一個新的女朋友 竟然有一個時間表整理了 好了 話說 現在說回現在的情況 Fanky現在的新女朋友就叫Christine 前幾天 前幾天 就在Fanky 也不是前幾天 上個星期 上兩個星期 Fanky見面會 即MIRROR見面會 Fanky我拍 就扮粉絲 扮粉皮 扮粉皮 上台 結果被在場的粉絲發現 兼且衝出來 多謝粉絲讚Fanky 當這件事發生之後 看見面會 當然我沒有去Fanky見面會 在Fanky的群組 知道 後來有人跟進 居然Fanky這個新女友Christine 原來是一腳踏三船 而且是很爛袍的 真的很喜歡袍 而且是玩全銷的 發生了什麼事呢 究竟她和Fanky之間有什麼事呢 為什麼近排才爆出來 原來這件事 看回整件事件 是2021年開始的 即是三年多之前開始的了 因為近排有太多MMA的成員也好 或者是神徒也好 為了保護升平浪跡的教主 所以她不斷找一些新話題去做 不斷在那裡蓋這個教主的惡行 包括為三年八十六萬票的 一種造假勢的惡行 加上今次這個機場接機事件 令到這兩件事件 令到那些教主的人氣聲明 道德淪亡 簡直是人人得而諸之 結果呢 MMA就一貫手段 是吧 以一件更大的事 她分別就是將姜濤 這個後援會 進去幼稚園 派巨毛霸事件 第一 第二呢 就是講到這個2ZERO 是吧 餐具淘寶化 第三 就是講這個2ZERO 宣傳的巨大化 警長呢 就說涉嫌抄一個日本品牌 跟著第四 第四 就是講這個姜濤 即是在這個 是吧 機場 這個 姜濤不能夠去 被禁去送機的事件 這一件事的活動很明顯是為了掩蓋 教主在這個三年八十六萬事件 當然MMA就覺得鹽味夠的 因為她搞定姜濤之餘 她還要找其他更加熱辣辣的新聞出來 去互主嘛 互教主 所以她這次就搞了Fanky 先走了 原來這件事2021年發生 為何近來就叫做甚囂塵上呢 就是要來保護這個教主 就 免得被人攻擊 一單禽一間 這些是一些舊手段 話說2021年7月 那條時間線 話說 這個Fanky的女朋友 拍了14年拖 就去粉絲應援團那裡打卡 這個X 當時還未跟皮皮分手 也在2027年7月都是有出席的 接著一跳就跳到3個月之後 就2021年10月了 就有時間了 10月2號呢 話說 Kristy就開始在Fanky的面前出現 當時Fanky就不知道知不知道 Kristy還有男朋友在外面 疑似一腳踏三船 及下座過多兩個月 就是2021年12月22日 Fanky就一些自拍照 就會直接傳給Kristy 即是說他們的關係 已經很快地進展了 去到2021年12月25日 即是說聖誕節那期 《全民造星4》決賽 因為那天Kristy居然上去Fanky的家 不知道搞什麼 可能是個聖誕吧 我不知道 然後到2021年的尾 Kristy就說 有3個男人 3段關係 都是在做第三者 希望在2022年的願望 找到一個有錢人 接著就在2022年的1月20日 Fanky就說自己女朋友 還是拍了十幾年拖個X 即是那時都還未承認她 和Kristy的關係 還是保留著她和X的關係 接著去到2022年的2月14日情人節 Fanky的X就再沒有出這個週年 週年閃光Post 即是她每年X都會在她社交媒體上 發Post說慶祝的情人節 去到2022年就沒有了 接著去到2022年的5月 就宣布了 和她這位14年的X就分手了 2022年的5月 接著去到2023年的12月 即是剛剛那年的聖誕 就宣布了 即是有新女朋友 而這個新女朋友 就是剛剛說了這麼久的Kristy 在網上大量去CAP這個Kristy的相片 全部都是非常之性感的 就是這樣 而這個事發經過 就說了 皮皮 Fanky 就在2021年 其實已經出了軌 去追求Kristy 當時她也跟舊女朋友 是未分開的 未分開的 而且在那些社交媒體上 她就用一個粉絲的身份 多次在Fanky的活動會 出來去參與 互動 流了很多言 這些已經被人CAP出來了 哥哥仔如果想看 就傳給你們看 而且在說 有很多不同的證據 亦都在說 這個Kristy 亦都有不同的男朋友 似乎 咦 這個Kristy 都很受男人歡迎 很多人喜歡她 跟著 連這個Fanky 她自己有個個人品牌 有個個人品牌 叫做fanky.com.hk 亦都找這位Kristy 做這個model 這個TG Group 亦都搜集了證據 搜集了證據 就說 講回這段的關係 總結就是 即是Fanky就出軌 而且一腳踏兩船 而且呢 女方 即是這個Kristy 亦都同時間 擁有三段關係 亦都在做別人第三者 OK 跟著這件事 就真的 沒辦法了 是吧 已經被人爆出來了 亦都是MMA 我覺得 我覺得 真的 無從稽巧 因為這些資訊 我相信應該是 Fanky身邊的人爆出來 她有時間地 日期 很準確 如果假的 我建議Fanky 出來就告她誹謗了 但問題上 Fanky當然是沒有出聲 有些網民就說 那當然是沒有出聲 因為真話不能不說 結果 現在沒有出聲 網友通常都有說 譬如她的extend 連年情人節都有post 還有些新證據 就說在2022年的1月 在一個live的訪問 Fanky那時 問她跟女朋友的事情 她當時的回應都很尷尬 而且 在聽的內容 也聽得出 那時 Fanky跟她的前女朋友 已經分開了 居住 而 網友現在看時間線 似乎Fanky出軌的機會 極之大 那些證據 而且說這個Christine 似乎都不是說什麼好事 是吧 經常都說自己是做第三者 而且經常牽涉多個感情瓜葛 所以都貴圈真亂了 好像網友說 這個圈都真的很亂 那些情感世界 想不到一個 俗稱隱形人的Fanky 居然都可以搞到這麼亂 我說鏡仔這個地位 真是摸屁 真的很多女性都願意跟鏡仔交往 那些網友是這樣的描述 所以真是慘 接著她就說 皮皮這次真的要自己去擔當 要有一個小心的安排 老實說 我自己很難評論皮皮這件事 我只要他唯有 這些網絡訊息就翻出來 你信不信就割下自理 那你問高欣仔 我偏向信的 因為這些感情瓜葛 有時候你怎麼作證 我又不是躲在人家床下底 很難看 不過我自己看前文後理 時間地點 全部都很頓實 如果是一些假的東西 其實你是感覺到的 你感覺到她說的東西 其實都有自信矛盾 但是我看了整篇東西 看了我的資料 其實自信矛盾的位置是低的 所以我相信 都是有七分爭的了 那她評論 究竟她是不是真的 一腳踏兩船 或者她現在的 Christy 新女朋友 究竟是否生活很荒亂呢 很水性羊花 我們俗稱 不知道 我也很難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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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月隊的 我怎麼知道 人家兩口子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是很明顯 今次推出的時間 就有點詭異的 我想說 因為這件事 其實是由2021年開始 我也看回所有的訊息 其實這件事 不是沒有人說的 全部都是為了自己的粉絲 即是皮皮的粉絲 去偶爾說一下這件事 但是也不是一個 Hit的 topic 那為什麼近來會變成一個 Hit的 topic 很明顯 就說要來掩飾某些東西 當然不是掩飾皮皮 也誤到皮皮選擇 這件事就是 明顯就是要來掩飾教主 近來的動作 因為我想MMA已經是有一個 明確的灌亂 就是現在抹黑姜濤是不夠的 或者做的姜濤是不夠的 因為太多人去攻擊教主 因為上次這個三年八十六萬票事件 為教主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攻擊空關災難 以及一個形象大跌 你明白嗎 形象大一點就是 這個沒有辦法 即是有很多事情 就是在說這個 沒有辦法去再搞 而且是在說這個 Anson Lo 神徒那些作威作福 他自己的票 究竟那些實際情況 就被人家吵 不單是網友 其他鏡粉吵 各路的歌手吵 其餘唱片公司 其餘一些 Viu以外的傳媒公司 就是非常之憤怒 所以呢 Anson Lo 這次也很難搞 當然MMA 也是一貫 有一個作風 找一件 更大的事 蓋住 Anson Lo 那件醜聞 結果 除了姜濤之外 其實有很多 Edan又搞 是吧 阿Jer又搞 是吧 這次就搞皮皮了 Fanky 最近在新聞 沒有得說 舊聞 去到2021年 又找回來 找一些噁心的東西 連照片都掃圖出來 時間線都掃出來 所以跟大家 開心分享 這個MMA 我呢 我告訴你 如果有其他鏡粉 聽過這個頻道 我跟大家說 今次只不過一個開頭 他們將會 陸陸續續 所有的鏡子 除了教主之外 其餘11個 小心點 如果本身你們自己 在外面一些生活 譬如比較精彩的話 小心點 因為 你們將會是下一個目標 因為 現在MMA 其實已經是決定的了 搞完其他11點 有那些緋聞 那些臭屎 全部都抽出來 全部搞到熱烘烘 他們都分開了11點 這樣就搞到 要整個網絡世界 忙卻了 Anson Law的醜聞 醜事為止 那就是他們今次的 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呢 所以就算這個 叫做隱形人Fanky 在這麽多年來 都好像無欲無求 或者是任何爭執性 都不關事 都好 是吧 他都要挑選 抽回她出來 是吧 抽回Fanky出來 Christine 前女朋友 那些這樣的情史 幾多腳踏幾線 非常的juicy 非常之多花生的東西 就令到 大家的注目 就漸漸遠離 教主 希望呢 就將這件事 就發揚光大 為這個教主護航 所以這些都是這樣說 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知 你看都看得到 他們為了互主 互主深切 就是根本上 就毫無道德底線 你幾多年的醜聞 他都搞出來 你有時候 可能一分鐘 他們那些 其他鏡仔 讀小學 那些成績 如果萬一有科目價 或者密書目價 都被MMA抽出來 大事報道又說 他沒有學識 教育水平低 都會炒 所以現在要害怕的 就不是我們的粉絲 或者甚至是姜唐 因為現在要害怕 就應該是12鏡仔自己本身 你明白嗎 11鏡仔自己本身 如果萬一 他們自己的私生活 比較精彩 或者就算是幾年前 或者以前一些生活 比較精彩 或者被人作為一個花生題目的話 很快就會被抽出來 所以大家鏡仔要小心 所以這次很明顯皮皮 雖然 他這件事 很多人都說他不對 或者是很OA 就是很亂 這樣 但很明顯皮皮 都是一個受害者 就是這次這個 姜濤大戰教主 所出來的犧牲品 皮皮 所以你找人算帳 就不要找我們 你找回MMA那班人 就是這樣 好 今節姜濤的中立新聞報導 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 至於是 要認真 請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